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例句哦 insolate insolate You can insolate a house against 你可以阻止,你可以呢,隔绝 insolate,可以调写上一个中文 隔绝,你可以隔绝房子这个材质 去让它能够对抗 抵抗,这个字可以要翻译成对抗啊 它有抵抗的意思 那它是什么词系呢,这个against 这个against它是阶系词哦 让自己想去 所以后面可以加上名词或者是ing 你也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我们的名词是这个叫heat loose heat loose,heat是热,loose是流失名词 两个名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片语 叫热量的散失哦 热量的散失或者是热量的流失 so you can insolate a house against heat loose by 借由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个by我们翻译成借由 它后面就喜欢加上ing by having 借由呢,having the window 借由使得,这里的have翻译成使一动词哦 它是使得,那因为它碰到了借由by 所以才会变成ing的形态 所以have the something 使得后面这个售词的window 你可以借由呢,使得你的窗户 房子的窗户门都是做这个double glass的 好,那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生字 什么叫double glass? 什么是glass呢? G-L-A-Z-E glass这个字本身是有右啊,上玻璃的意思 那glass的就是玻璃的 那double glass是双层的意思 就是双层玻璃,我们就叫double glass 什么叫双层玻璃?就像这样 它的那个装置呢,是外面会有一层 里面也会有一层,这样两方的方式 就是来帮你组绝乐跟声音啊 好,那也有呢,在外面也有很多的material材质 像是这种的,叫triple triple就是三层 那double就是两层的,有这样的不同的设计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insulate 这个字它也可以字尾加上d,变成分词 分词可以当作形容词使用insulated 就是翻译成被隔绝的 隔绝的,来我们看一个例句 the building's concrete shell is insulated on the exterior and wrapped with clay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就是把它稍微放大一些些 大家看比较舒服 好,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building,这个大楼呢 这个外观建筑呢,它的concrete concrete是水泥,shell是壳 所以它的外观是一个水泥外壳 就像你现在看到这种,这种就是一种concrete shell form 它是一种水泥外观的这种model模型 像很常见的像这种的房子 它的外观也都是水泥哦 好,所以the building concrete shell is insulated 它是有主角的哦,它是有隔绝的 在on the exterior,它的外部涂了一些涂料 是让它能够insulated 是有隔绝的功能on the exterior 这个exterior是外部 and the wrap,它的里头呢 包覆着wrap这个字wrap wrap是包装啊,包的意思 wrapped重复字为夹ed是它的分词 好,所以呢,这个外壳的shell 这个building的shell呢 as insulated on the exterior and as wrapped 它是被包覆着有,有着clad 里头呢,里头的房子是用泥 外部呢,是用insulated的水泥来做主角 好,这insulated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第10个单字 叫liver liver liver 这个字liver是劳工啊 它也可以当做劳动啊 来做解释 我们先看它的例句 the price of the regular prevention car maintenance maintenance includes both lever and car components 好,那我们看一下主词在哪边 来各位看一下主词哦 主词是前面这三个字 叫the price of 动词呢 动词在这边 动词在这里 各位没看到 所以主词跟动词隔很远 好,接下来呢 虽然我们的主词是前面这三个字 但是真正的主词长哦 是长达到这里 从这边 一直到这边 建议帮我画底线 然后帮我写上去哦 这个这么长的绿色荧光笔画底线的这个句子呢 它的真正主词是前面三个字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句子就是说 它说呢 the price of the price of 翻译成什么的价格 the regular prevention the regular prevention 我们翻译成 规律的 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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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ive 就是呢 定期的prevent 是保养的意思 预防的意思 定期的预防 预防呢 车子的这个maintenance 是保养维持 好 所以规律的prevent 预防车子的这种维持 这个叫做定期保养 好 所以定期保养